第九號颱風蘇拉已在今日凌晨兩點鐘 減弱為中度颱風 氣象局也在昨日下午 解除了海上颱風警報 不過清晨位於臺北東南東方 960公里海面上的海魁颱風 強度持續增強 並逐漸接近 臺灣北部海面 由於路徑偏南 氣象局將在今日下午至晚間 發布海魁颱風的海上颱風警報 週六凌晨前後發布陸上警報 氣象局表示 目前包括蘇拉 海魁 紅燕三個颱風 都在季風低壓帶內 環流期太平洋高壓強度 都會影響海魁的走向 預計九月二號及三號 是海魁最接近臺灣的時候 日本氣象庭認為 在太平洋高壓勢力增強下 海魁的路徑會更往南修 暴風圈直接侵襲北臺灣 氣象局表示 今日清晨受到蘇拉 颱風外溫環流的影響 主要的降雨地區集中在臺北 新北 基隆及宜蘭地區 中南部地區則需要提防 午後的短延時強降雨 第二代的環境可能會一直 持續到下個星期 也就是不穩定的天氣 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原事新聞綜合報導